杨先生 他说的很多不是事实 我们最早认识是 工作上一个老板吧 说给我介绍个女朋友 认识了 我们认识的时候 就是以男女朋友关系这样子 你认为一开始就确定了 确定了 他说话是是假的 我不想再给他说下去 那时候我在办离婚手术 我不可能跟你抽成找 我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 今天我们要条件 当了全国老百姓 我希望是说得实话 我们认识之后 相处一段时间 他自己就说的 你要如果是需要钱 我可以帮助你 我这有一些资金 他主动提出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你要问了寄钱 你不好寄 我才提出来的好吧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说实话 对啊 因为我以前也 通过朋友那借过钱 借钱干事都努力行 从他那也是借钱 但是有利息 本来说好的一年还清 包括利息全部都说好了 然后他一闹点矛盾 他就开始要钱 他认为是你不注意 他的感受 我只是就那随口一说 我没有跟其他任何人 有感性上的问题 再说他跑出了工作 把头发弄整 解的也是应该的事情 我就随口说那么一下 他就发了很大的 就要钱 当天还给他之后 是他要求 我们继续能走下去 如果你认为你的口才很好 带到这张草 我不再给你钱了 我没有草呀 真的 我再跟你说事情 经过 那我就希望你好好说 我把钱还给他之后 跟朋友走了嘛 走了后来他打电话过来 嗯 让我到他房子来 说什么呢 又不跟我分手了 他就把钱一扔 还给他的 最后他再乱把钱一扔 你太伪金子了 真的 然后让我跟他 就把这个钱存掉 我们就又跟以前一样了 他刚才说的那一段 是完全没有发生过是吗 没有下跪球 和好这个事情 杨俊刚 我想请为你一记 在你的眼里 是我找不到期款级 对吧 很现实吗 你没有下跪对吧 你开开我家门 你就在我那茶几边 为什么要跪了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没有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去捏作呢 你认为没有的事情对吧 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双方是答不成一致的 是吗 那他 他不说实话 就是答不成一致的 无辜 仿佛对方说的都是假话 只有自己说的才是事实 无论如何 双方都承认 杨先生是从燕女士那儿 借到了第一桶金 开始了自己的生意 很快 杨先生想扩张自己的生意 而这一次 他又选择了 向燕女士借钱 一场新的风雨 也由此开始了